张丹丰被抱二字出轨!原配越是大气忍让,小三越是气焰嚣张。 早前,张丹丰碧莹就被传出绯闻,但是作为老婆的红心却公开维护过老公张丹丰,并表示碧莹只是工作伙伴而已,虽然很多人都让红心给张丹丰换一位经纪人,但是夫妻二人始终没有讲碧莹换掉。 当然这件事后,大家更多的是同情红心,毕竟碧莹的事情换个女人早就大发雷霆了,再不济也是把碧莹赶走了,要知道除了这是碧莹在经纪人的圈子里名声可是要大大折扣,估计很多已婚男星都不愿意用它了吧。 娱乐圈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八卦新闻,所以艺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很谨慎的,因为一旦有不好的绯闻出现,不但会影响自己的事业,而且还会连累自己的家庭。 当然也有不注意的明星,比如张丹丰,很显然就不是那种谨慎的明星,早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人传言说他出鬼女经纪人,两人的事情也是被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先是被爬出各种同款,接着又被爬出两人同住酒店,再加上张丹丰妻子多次的消极言论,令网友们不得不怀疑张丹丰是否出轨。 本来事情已经过去好一阵子了,最近张丹丰出轨这件事情又被重新提起,原因是因为有媒体派到张丹丰和碧莹共处已逝了很久,这孤男寡女的确实会让人想到不好的事情。 早前,张丹丰就被传出绯闻,但是作为老婆的红心却公开维护过老公张丹丰,并表示碧莹只是工作伙伴而已,虽然很多人都让红心给张丹丰换一位经纪人,但是夫妻二人始终没有讲碧莹换掉。 当然这件事后,大家更多的是同情红心,毕竟碧莹的事情换个女人早就大发雷霆了,再不济也是把碧莹赶走了,要知道除了这是碧莹在经纪人的圈子里名声可是要大大折扣,估计很多已婚男星都不愿意用他了吧。 结身子号的人也不敢用他,难怪红心被网友们称为是女版的王宝强。 娱乐圈近两年,夫妻关系破裂,婚变事件一直闭断,网友都表示不再相信爱情了,接着一直稳定的张丹丰,红心没想到也被传出了婚变。 不过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希望张丹丰和红心的感情还能像从前那样的稳定外界所说的都只是个传闻而已。 今天的八卦小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大家留言评论。